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拿督斯里伊斯曼沙比里 昨天出席马六甲流动企业家推荐李时表示 政府在刚刚公布的明年度财政预算案 宣布拨款3000万令吉 扩大马拉促进中心的流动企业家计划 方也吸引3000名乡村年轻人加入企业家的行列 我们有三磡省建设计ess局查には RM 5万万人 我们可以进行 500人 但是是阿密码网络合 我们看到码颁内的模型 They有很大的力量 成功以及娃娃娃娃 在 archae农金上的设计是 UBU Umum起来30万 在最少,我们可以生成3,000专门 流动企业家计划从去年推荐以来 报名人数有增无减 让很多年轻人从中受惠 实现当一名企业家的梦想 在车向计划下,马拉出进中心将扮演培训和监督的角色 并配合政府提供的资源 全力协助相续年轻人跨前一步 以最低成本搭上企业家列车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